頭前溪的上游 然後他就講了一些很多 其實我們河山受到污染的問題 像柯亞溪是科學的那個污染的問題 那頭前溪就是上游那些果污染下來 那那個時候我坐在游覽車裡面 那我看到一個表情 我到現在還忘記 就是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對著河流 很有感情的叛了一口氣收 他說你知道嗎 我們的河山受到了多少的污染 那這些污染呢 到最後面其實都是洗 我們新竹四人通通都是河境齊了 所以其實我那個時候就是 那這件事情其實已經超過了將近十年了 那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以後有機會 我一定要跟著蘇基金 我們衛環進去勤募打電影 那在這之前 其實蘇基姐對擬藏龍霸風的時候 其實她是說真的 她是有點像我們新竹市土地的一個守護者 是一個真的一個守護土地的姐姐或者說母親 其實都可以 那我一直為什麼 我為什麼會跟在蘇基金 那個姐姐的旁邊就是 因為我真的很佩服她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樣的好人 一定要在新竹市 一定要出頭天 請大家加油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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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